现在我们来讨论急坐标的状况 同学们的话呢 在坐标系统来说 最习惯使用的是直角坐标 直角坐标就是像这样 这边是X轴 这边是Y轴 一个点 我们如何去描述它呢 我们向右走了X步 向上走Y步 那这个坐标叫做XY 这样子来描述一个点 但是各位同学要知道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描述的方法 是用什么方法呢 是用角度跟距离来描述它 从这个地方正向的X轴 向这边转了一个θ 一个距离叫做R 那么这个点是不是也能够唯一的去被决定 Rθ跟XY通通都可以来描述这个点 那么我们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来列出来给各位同学看 现在来看R的话呢 这个是斜边 这是一个直角 直角坐标 那我们告诉各位同学 R在θ的话呢 在这个地方的投影就叫做X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写 X叫做什么呢 叫做Rcos Yθ Y来说的话呢 Y来说的话呢 是R 直角坐标的情况 面积元素就是所谓的DA 我们习惯的话都把它写成DX乘DY 或者是DY乘上DX 如果说在直坐标的状况之下 我们又怎么样去考虑呢 在直坐标的状况 我们要计算面积 就是以扇形面积来计算 是最方便的 我们来讨论一下 这个扇形面积 一个DA就是面积元素 是怎么样的算出来的 来我们来考虑的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扇形面积 这边的距离叫做Ri加1 这是Ri 这个地方是 我们把它画得比较夸张一点 但是我们这边的话呢 叫做DR 这是两个R的差 这边叫做DA 这是叫做D Theta 这一个这一块面积 就是我们所谓的DA 那么DA要怎么样去计算呢 那么我们要回应一下 我们的扇形公式是怎么算的 扇形面积 扇形 它的面积公式是 二分之一 R平方 Theta R指的是距离 Theta指的是夹角 好 那我们来看 这个DA怎么计算 就是大的扇形 扣掉小的扇形 那么我们来计算一下 那么我们来计算一下 DA是等于 二分之一 R平方 D Theta 夹角是D Theta 扣掉小的扇形 好 这两格的话呢 相减 我们发现 二分之一 D Theta 有共同的音式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提出去 我们这样子整理一下 会比较简单 现在我们来看 我们的计算变成这样了 这是A平方 减掉B平方的一个模式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 A加B 乘上A减B 那么各位同学可以看 这是什么 这是两个R的X 那就是所谓的DR 那这是什么呢 这是两个R的平均数 因为在DR的话呢 跟RI加1跟RI 它在DR很小的情况之下 我们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它的平均 就是所谓的R 这边是DR D Theta 所以各位同学要知道 如果说在极坐标的情况 我们如果把它改成了 一个极坐标变数变换之后 我们的面积元素 不再写成Dx乘Dy了 我们要把它改成R DR D Theta 我们在这里介绍 Jacobian的一个技巧 我们计算Jacobian的话呢 一样也可以把一个变数变换 中间的话呢 怎么样去算它的面积函数的 一个比值算出来 那么我们就以直角坐标 换成极坐标 来做一个例子 给各位同学看一看 现在我们来讨论的是 XY一个直角坐标 化成R Theta 就是极坐标 那么Jacobian是怎么算的呢 Jacobian是这样的 我们假设是J 就是我们的Jacobian Jacobian的写法是这样的 这边的话呢 是PartialXY PartialR Theta 那它是怎么定的呢 是这样定的 它是一个行列式 这是两个双变数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呢 有四个成员 第一个我们写的是 PartialX PartialR PartialX PartialTheta PartialY PartialR PartialY PartialTheta 这个行列是 那么我们要把它计算出来 是怎么看的呢 我们先回应一下 XY怎么样换成R Theta的 我们这个地方 把变数变换这个地方写出来 X是R Cosin Theta Y是R Sin Theta 那么我们这边的计算是这样的 好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R对X偏为 这个地方就是Cosin Theta 这边是Theta 对X来偏为 这边的话呢 Cosin的为分是 负Sin 所以这边我们要写的是 R 负的R Sin Theta 这边R对Y来偏为 所以是Sin Theta 这边是对Theta来为分的话 就会变成了Cosin Theta 好 这样的一个行列是 我们怎么计算呢 这边是主对角线 相乘之后 减掉 这边是负对角线 相乘 那么我们来计算一下 我们这边 做一个分隔 好 等于 这个相乘是 R Cosin的平方 Theta 减掉负对角线 那同学看一下 这个地方本身就有负的 负负就得正 所以这边改为加 两个相乘 R Sin的平方 Theta 那 这边有R 这边也有R 我们提出来 这边就变成了 Cosin的平方 Theta 加上Sin平方 Theta 这是一个横等式 它永远永远都是1 所以这边就是R 所以我们从Jacobian的观念来看 这边Jacobian是R 也就是说 DX DY 可以变成什么呢 这是R的话呢 两边乘过去 R D R D Theta 那么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的是 我们的面积元素 如果说是直角坐标的时候 就是DX DY 或者是DY DX 可以对调 那这边 如果说我们是以极坐标来做的话 这边是要写成R DR D Theta 对于这样的公式 我们在后面的计算 是很重要的 DX